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四月十一號星期四的工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人 首先再來關心到的就是台鐵四四五次 台東網樹林的普悠瑪號 昨年晚間九點多行進和平站附近時 撞到一顆巨大落石 導致一到三節車廂出軌 所幸沒有翻覆 旅客均安 但這起意外也造成台鐵一度雙向不通 在公路段緊急的搶修之下 順利在深夜十一點恢復同車 車上全客嚇了一跳 原本從台東開往樹林的四四五次普悠瑪號 行進花蓮秀林鄉的和平火車站附近時 因為擦撞到落石 導致一到三節車廂出軌 車廂也被刮出一道道痕跡 所幸沒有翻覆旅客均安 目前現場看到它確實是落石 第一節車廂有兩軸出軌 目前會把車子開到和平來去接駁旅客繼續北上 走近一看 半個人高的巨大落石就擋在鐵軌上 事故車次的一百四十六名乘客 大約在晚間十點半開始下車 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穿過鐵軌 由台鐵同仁引導到和平鎮搭接駁車輛 說不准 造成列車一度雙向都無法通行 也讓行程被迫取燒的旅客很無奈 所幸在公務段人員的搶修下 深夜十一點雙向搶通恢復 不過有乘客指出 山上還有兩顆大約十頓重的石頭搖搖欲墜 就怕魚鎮不停搖 又再有落石砸下來 記者溫家凱跟公知流選 綜合報導 花蓮強陣進入到第八天 重機具挺進沙卡蕩步道0.5K開挖 疑似尤家婦女的兩具遺體被挖出後 送抵兵儀館 江燕DNA鑒定身份 而遺體下方三到五公尺身 再巡獲兩具遺體 疑似尤家母子 呈現相擁之勢 接近傍晚五點半 疑似尤家的最後一人 小女兒也被找到 沙卡蕩步道0.5K 重機具在巨石堆中展開作業 搜作隊同步協助 陸續吊掛兩名罹難者 來來來來 特搜隊更在遺體下方土石堆 約三到五公尺身 再巡獲兩具遺體 疑似尤家的母子呈現相擁姿勢 在第三具遺體的鞋杯包裡 發現尤家母親以及兩名兒女的健保卡 接近傍晚五點半 疑似尤家的最後一個人 小女兒也被找到 檢察官率同法醫 書記官團隊前往花蓮勢力殯儀館相驗 因為遺體容貌 肢體都嚴重的腐敗 家屬也沒有辦法確認身份 只能初步就體型研判 疑似就是遊信一家五口 法醫逐一採集 DNA檢體 連夜送往法醫研究所檢驗 記者溫家凱砂 驗其中建綱綜合報導 但以來關心到天氣 今天東北季風持續減弱 各地的溫度會進一步的來回升 北臺灣回溫的狀況比較明顯 高溫也可以和中南部地區一樣 來到二十八到三十一度 東半部地區也有二十六到二十八度 白天各地的普遍感受都是溫暖為熱 清晨則是稍微有點涼意 西半部要留意到的是日夜溫差比較大 再來看到雨量的部分 今天只有在東半部地區 還有東南部地區是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陣雨 清晨在南部地區也會有零星降雨的機會 其他地區則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要注意到的就是東北部地區還有西半部的山區 在午後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的機率 另外要提醒大家 基隆北海岸還有東半部沿海 有長浪發生的機率 前往海邊活動要注意自身安全 再來看到的是今天環境風場是吹東風 各地的空瓶狀況是東半部移花東為良好的等級 而北部竹苗高屏以及馬祖澎湖為普通等級 不過要注意到就是在中部還有雲家南 以及外島的金門是局射提醒的等級 好 關西萬天氣之後持續但您關注到的 這則是瑞士的年長婦女氣候保護協會 控告瑞士政府對抗氣候變遷作為不足 導致他們的生命蒙受極大的熱浪風險的案件 歐洲人權法院九號宣判裁定瑞士政府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創下司法界首例 兩千五百名平均年齡為七十三歲的瑞士 婦女受購了年年不斷上升的高溫 熱浪來襲只能躲在家裡 還得小心各種可能的健康威脅 九年前以年長婦女氣候保護協會的名義 向歐洲人權法院提起訴訟 控告瑞士政府對抗氣候變遷作為不足 為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九號以十六票贊成一票反對 宣判瑞士政府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法規有著重大缺陷 為實現減碳目標所做的努力也遠遠不足 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八條 及個人和家庭生活獲得尊重的權利 並裁定瑞士當局三個月內支付原告八萬歐元 我們可以非常豐富 我們,年齡和家庭,為了氣候 為第一次帶來公司 《氣候和基礎的權利益》 和基礎的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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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健康的權利益 和健康的權利益 讓我們的國家 做了什麼它還沒做到那裡 即是要取勤奮努力 保護我們的健康 保護我們的健康 保護我們的未來 由於歐洲人權法院的裁決 具有約束力 這項歷史性的判決 將對歐洲46國乃至於其他地區 引發連鎖效應 不過另外兩件分別是由六名葡萄牙 十二到二十四歲不等的年輕人 以及一名法國市長提出的 氣候變遷訴訟案 則是遭到駁回 公視新聞王滬斌議 但你來看到今天早餐書報 首先看自由時報的部分 財政部公布了三月的出口金額 是四百一十八點二億美元 年增百分之十八點九 連續五個月的正成長 而今年第一季的出口金額 一千一百零三點三億美元 是創歷年同季次高紀錄 最後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教育部日前是公告準公佑 第三期合作要件 其中原定在這個今年八月 師生比要打一比十二 但是卻是延後到明年起 教保人員不當管教事件 也被排除在退場機制之外 哀轟行銅續在放水 教育部表示不當管教事件 會在研議加研 預計四月底前會公佈細節 最後看到中國時報 藏壽司新莊紅燴店 與淡水戰前店 十天內傳出四起 共有十一位民眾疑似食物中毒 新北市衛生局是勒令兩家分店 暫時停業 藏壽司則發出聲明強調 會全力配合積查 新北市宣布全面嚴加積查 藏壽司新北市的分店 好不過最近的這個 衛福部的食物中毒案件是連環報 衛福部就統計 今年以來累計通報食物中毒 有四百四十六件 兩千五百人 比去年同期偏高 衛福部長薛瑞元表示 未來只要出現有人死亡 或有人送家戶病房的食物中毒案件 中央就會介入調查 或者勒令停業 另外也會把邦克裂酸 納入常規積查 豬排在金台上自製作響 再放進烤箱熟透 一道香嫩多汁的戰斧豬排 就大功告成 而在另一邊生食區 師傅則是忙著切片馬鈴薯 業者表示 廚房是處理食材的地方 為了確保消費者食品衛生 餐廳內外廠每天都會做清潔消毒工作 每一個餐期過後都用漂白水去做一些 檯面的清潔跟擦拭 那到晚上關店的時候 會再做全場的整理 由於近來食安事件頻傳 包括臺北市保齡茶室的邦克裂酸中毒案 王品旗下出瓦向蠟等餐廳 連鎖餐飲八方雲集 已有民眾用餐後出現嘔吐腹瀉等症狀去就醫 而經過機關書檢驗後發現 王品兩家餐廳食物中毒的元凶 就是諾羅病毒 有另外批評中央和地方的食安法規 不同調中央甚至規定食物中毒要達到50人 才介入調查或勒令停業 標準太過寬鬆 根據衛福部統計 今年以來累計通報食物中毒案件 有四百四十六件兩千五百人 和去年同期相比確實偏高 薛瑞源強調 未來重大食安事件停業條件 會做調整 另外針對高風險產品 也會把邦克裂酸納入常規積查 記者報導 總統賴清德第一波內閣人士出爐 行政院正副院長分別是由前面 民進黨主席卓榮泰 以及前文化部長鄭立軍出任 秘書長是由具財經專業的 國發會主委公民心接任 前臺中市議員陳世凱 出任行政院發言人 賴清德期許新團隊 組成AI行動內閣 優先解決朝野有共識的議題 吳爾林新內閣準總統賴清德 正式宣布 由前民進黨主席卓榮泰 出任新任行政院長 要聽取民意回應民眾期待 秉持行動和創新的精神 能夠形成行動創新AI內閣 聽取民意解決民目回應人民的期待 主席卓榮泰服院黨資歷豐富 大選期間擔任賴團隊總督導 也曾在賴清德格魁任內擔任秘書長 生活信任 副格魁鄭立軍曾任文化部長 大選期間是國政顧問團召集人 首任政策願景 秘書長由具財經專業 國發會主委公民心接任 前臺中市議員陳世凱將出任發言人 我們會堅持繼續的打擊黑金槍賭炸這五項 誠意溝通 人民優先 這個理念跟做法 就是未來新團隊最中心的思想 左院長說 你參與政策的規劃 如果能夠一起來落實 我想會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想它也打動我愛好自由的個性 我還有三個孩子在臺中 當然這是我比較辛苦的部分 所以有跟太太討論了一下 那左院長也非常的體諒 對於各部會首長也傳出國防部長 將由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接手 內政部長由前立委劉士芳出任 交通部長由政院秘書長李孟彥轉任 海委會主委管畢林留任等等 但相關人士還沒公佈 中泰表示已啟動偵詢作業 至於衛福部長和數位部長是否留任 引起關注 賴清德也勤勉心內閣 優先解決對國家有益 且超越有共識的議題 沒有益處又分歧的議題 應該先擱置 至於尚未取得共識的重大議題 應建立平臺廣征民意 追求社會最大共識 記者綜合報導 前總統馬英九昨天在北京 習近平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再度會面 兩人都提到九二共識 至於每日兩國領導人的高峰會 同一天也在華府登場 更凸顯各國之間的敏感情勢 馬英九和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見面 兩人握手16秒 再次成為歷史鏡頭 會談開始 習近平先發言 再次闡述兩岸同胞 同屬中華民族 都是中國人 也對馬英九堅持久共識 給予高度評價 面對兩岸局勢越驅緊張 馬英九向習近平表達 兩岸應該理性用智慧解決爭端 維護兩岸和平 當面脫口向習近平說出中華民國 馬英九也提及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反對台獨的立場 這場會面安排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東大廳登場 開放雙方致辭後 隨即閉門會談 公開的談話中 習稱呼馬先生 馬澤稱呼習為總書記 由於馬英九是習近平 展開國家主席第三任期以來 所謂正式會面的臺灣政壇代表人物 建議準總統賴清德 將於五月二十二就職 加上每日峰會同一天舉行 美中臺日關係敏感 而陸委會對二次馬席會 日前曾表達希望前總統馬英九 還是要維護國家主權與尊嚴 記者陳阿欽 張敏如綜合報導 國軍八號起接連幾天在屏東 進行神功雷霆等操演 儘管當地的天候不佳 還是吸引許多軍事迷到場觀看 國防部也爭獲 共機持續逾越海峽中線 最新距離台中僅五十四海里 中國空飄氣球也陷中 逼近基隆西北方近海 國軍持續嚴密監控 飛彈往高空射擊 現場快門升不斷 記錄精彩畫面 國軍八號起接連幾天 在屏東東南區分別進行神功雷霆等操演 吸引許多軍事迷到場 這次操演將驗證各式精準彈藥射擊成效 十號神功操演於上午八點四十五分左右 成功射擊次真防空飛彈場面震撼 儘管現場天氣不是很好 大批國軍弟兄仍聚集在沙灘持續操演 國軍表示十號射擊的飛彈 都是次真防空飛彈 軍事專家表示次真防空飛彈 是陸軍基層野戰防空骨幹非常重要 新政府520上任對於國軍實彈軍演 恐怕牽動冷暗緊張關係 陳光明認為次真飛彈屬防禦自衛性武器 射程不過無理無需過度憂慮 道士共軍持續對臺文攻無克 九日爭獲十架次共機與七艘次共艦 在臺海周邊活動 其中有兩架次共機於越海峽中線 最新距離臺中僅五十四海里 此外 中國空飄氣球再度陷送 逼近基隆西北方六十二海里 國軍持續嚴密監控 記者綜合報導 臺中市警察局少年隊是遭到檢方搜索 原因是檢調接獲現報 有兩名偵察所疑似在涉嫌在辦案期間 虛報器材費用的不時發票 向市府乍領刑事辦案工作費 檢方訊後預令兩人各十萬元交保 臺中市警局少年隊 九號遭到臺中檢調搜索 為在南屯區的辦公室造成辦公 臺中檢方接獲現報 對上有兩名偵察所疑似涉嫌 詐領刑事辦案工作費 檢方因此針對少年隊 以及涉案遠景的住處來搜索 共同涉嫌違反貪污自罪條例之利用職務上機會榨取財物 刑法之公務員登載不實 及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嫌重大 檢方調查發現田信和張信兩位偵察所疑似利用辦案的機會 以福報或虛報器材費用的不實發票 與兩名業者合作 向臺中市府詐領款項 金額和時間都在調查釐清當中 而檢方訊後 預定田信和張信偵察所各十萬元交保 另外兩名業者各以六萬元和三萬元交保 台中檢方表示整起案件還在調查中 而時間點和金額都還要釐清 而台中市警局也表示 所得尊重和配合檢方偵辦 對於員警的操守和陣鋒都會加強自我要求 而如果確認有違法 將依法來演辦 記得林健身 彭煥群 台中報導 高雄有明代揭露一名正式教師 二十年來涉嫌性侵四十名男學童 直到去年男老師被收押 全案才曝光 也有某國中女性體育組長 涉嫌在四年來動手捏男體育生的胸部 但依法啟動調查後 卻兩次認定性騷不成立 市府強調會全面清查 博居民家長陳晴高雄某國小男老師 涉嫌長期性侵學生 被害人多達四十人時間長達二十年 讓明代忍不住在議會質詢時開跑 二十年來沒有人知道 教育局不知道 校方也不知道 為什麼有辦法讓這個惡魔藏在學校二十年 都沒有人發現他 明代無法接受這種老師藏身校園二十年 市府卻完全不知情 教育局會持續地督導學校 宣導性貧教育 以提升所有教職員工 及學生的性別意識和敏感度 據瞭解這名老師 專對兒童之家的男學童下手 直到去年遭收押相關單位才知情 市府強調去年三月 接獲勤之後就組成調查小組 也請老師入班輔導 搭配心理諮詢保護被害人 正全面清查是否有其他人受害 人本基金會表示此案沒接獲成情 但也發現高雄某國中女性體育組長 四年來對十幾名體育班男同學 做出捏胸等不當行為 通報後卻發現兩次調查報告 都認定性騷不成立 家長第三次身負終於重啟調查 卻指引學校懲處慢吞吞 市府回應重啟調查的結果 體育組長性騷擾成立 將會依法懲處 也強調不會姑息浪師事件 記者王庭陳顯昆高雄報導 通膨壓力大 求職網發布的最新調查 就顯示 今年第二季有超過九成的上班族 透露有抗漲計畫 將濃濃淡意放進這鍋裡 借著快速選擇 放在薑黃飯上 最後再放上超大塊的牛肉 以及超濃的咖哩 這間位在永和的超人氣咖哩餐廳 一直深受不少民眾的喜愛 只是在原物料不斷飆漲 加上電費也變貴 店家不得不做出六月 將調整價格的決定 而不管平日假日豆 爆量人潮的北市貨航豆漿 常常排隊至少一小時起跳 更有不少外國觀光客 慕名而來 但最近有民眾就發現 包含豆漿 糙米漿 鹹豆漿 等品項各漲了五元 通膨壓力大 求職網發布 最新的調查顯示 今年第二季有九成四的上班族 透露有抗漲計畫 其中五成七拼節能 八成六有省錢的計畫 目標月開銷減三千八百九十九元 大概一天要少花一百三十元 官方經常信息四點六萬元 再乘以這個百分之二的通膨緊接線 大概每個月月薪需要調九百塊以上 事實上從主機總處發布的最新數據 可以看到第一季通膨率為百分之二點三四 比原先預估的百分之二點五八 漲勢縮小 但考慮到四月電價調漲 通膨率是否可以如期在第三季 回降到通膨警戒線百分之二以下 有可能會因此而推延 學者認為第四季比較有機會達成 學者表示這一波通膨從去年到目前為止 最主要都是來自需求拉抬 也就是內需型服務業拉抬起來 而服務類物價有僵固性是因為 有人事租金等成本考量 而且是逐年調升 加上民眾所得沒有顯著的提升 因此會對物價的感受特別強烈 記者委員莊志成特報道 美國政府十號公布了三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百分之零點四 年增率百分之三點五 都超乎了市場預期 這也代表聯準會六月提前降息的希望 恐怕落空 美國股市十號收跌 道瓊工業指數下跌百分之一點零九 標普五百跌百分之零點九五 納斯達克百分之零點八四 費城半導體百分之一點六五 勞工部公布三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百分之三點五 不但高於續場預期的百分之三點四 也高於二月份的百分之三點二 原本熱欠預期聯準會六月的降息行動 如今被澆了一盆冷水 美國總統拜登當天被問到相關問題時 表示自己預測今年仍有降息的機會 聯準會議明確表示 在經濟健康發展情況下 並不急於調降基準利率 此前所預測的降息次數為三次 公視新聞黃雲雷給贏 周圍的日落後 伊斯蘭世界開始為期三天的開齋節 原本開心的節日 在歷經六個月戰爭的加薩 因為糧食短缺加上流離失所 巴勒斯坦人的心情沒有喜悅 只有悲痛 美國總統拜登在接受專訪時 譴責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做法錯誤 並呼籲停火 幾個兒童圍著一個水箱取水 原本只是生活必需品 在拉法營區卻是開齋節 少數能讓人們開心的事 自從以哈爆發戰爭以來 歷經六個月的戰火摧殘 造成糧食短缺加上流離失所 在原本應該要充滿喜悅的開齋節 巴勒斯坦人完全感受不到節慶氛圍 聯合國表示 估計有一百七十萬人被迫逃離家園 其中一半是兒童 有一百一十萬人面臨災難性飢餓 他們的糧食供應和應對能力已經耗盡 美國總統拜登在接受環球電視網專訪時 提出對以色列最嚴厲的譴責之一 不過以色列國防軍過去一天對加薩發動數十次空襲 並聲稱在周三的一場空襲中 擊斃哈馬斯政治領袖哈雅尼的三個兒子 並表示他們都是哈馬斯軍事特務 至於正在進行的停火談判 原本制定釋放四十名包括婦女病人與老人等人質 不過哈馬斯代表指出 他們目前無法找到符合停火協議的四十名人質 引發外界擔憂死亡的人質恐怕比已知的還要多 公司新聞這位人中間剛編譯 民眾被騙到海外從事詐騙工作的案件層出不窮 除了台灣之外 泰國馬來西亞也有人受害 根據馬來西亞的人道組織觀察 有高達八成的人明知是騙局還自願出國 而且人道組織把人救出來之後 隔幾個月又會有人受害 這也讓他們心灰意冷 短短一年半 馬來西亞國際人道主義組織 就從柬埔寨、遼國、越南、杜拜、緬甸等國家 就出大約七百人 他們觀察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被騙過去 但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自願做詐騙 好不容易把人救出來 但隔幾個月 這些年輕人又再度因為貪念自願出國進行詐騙 不少人甚至為了利益 連身旁的朋友都可以出賣 曾經參與營救的華人政黨 動用自己的政治人脈和資金 在一年內救出六名受害者 但面對自願前往詐騙遠圈的年輕人 他們越救越灰心 加上資金缺口過大 他們最終停止了營救行動 透過黨員和熱心人士籌募贖金 他們平均救出一位受害者 就要補貼馬幣兩萬 約新臺幣十三點五萬 馬來西亞首相安華 使這議題受大法政府重視 人民人前坡後繼前往詐騙園區 跨國高薪打工詐騙案短期內可能不會終結 公視國際記者劉苑山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冰城報導 交連轉回到國內 花蓮強政重創當地許多產業 紅黃丹的受災戶就高達一千四百八十四戶 急需安置 總統蔡英文市島前進指揮所 除了慰問搜救人員 也只是用最快速度投入災後復原和振興 向辛苦的特殊隊員製政家蔡金表達感謝 花蓮強政過後 總統蔡英文十號搭機飛往花蓮 首站市島前進指揮所關切救災進度 指出花蓮善款超過四億九千萬元 會用最快速度投入災後復原和振興 讓災民負擔減輕到最小 而國民黨理委傅崑奇提出 比照九二一大地震重建條例 花蓮縣長徐真衛當面向蔡總統喊話 中央配發組合物 我們希望在地方能夠有真正的 零四零三災後組件的條例 畢竟小家庭你要他住飯店 一個房間兩個房間 這個真的是非常久之際 所以以現在來說 我們也全力在做盤點 盤點哪一些是需要組合物的 他們希望比較喜歡 或者比較希望 在什麼樣的方式底下安置 那我們按照他們的意願 花蓮強政是否需要重建條例 蔡總統表示中央跟地方會協商討論 針對花蓮紅黃丹受災戶高達一千四百八十四戶 災民的安置是一大挑戰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表示 提供多元租屋協助 不論是自行租屋或是一清 有租約都能申請補助 也透過社會住宅包租貸管 媒合租屋 此外強政重創當地旅宿業者 中央透過獎勵金的方式 鼓勵飯店民宿提供災民月租方案 初步調查已有七十家業者 提供四百九十八間房 至於災後重建部分 有兩種方案 一是與受災住戶協商 透過適當的估價 讓災民取得正住金 儘快異地展開新生活 若是原地參與重建者 透過適當的估價取得正住金 參與政府的協議和建 針對觀光產業 能否趕在暑假復甦 蔡總統強調 中央地方會一起努力 活絡花蓮觀光 記者黃子杰 吳家寶 SNG花蓮報導 中央最新統計 花蓮強政募款金額超過五億元 居住還有經濟各層面 都浮現問題 強政也重創了當地的食材產業 出估整體損失超過十億 經濟部強調食材清運 會運用花東基金協助 將比照0206地震模式補貼 一陣天遙地動 把食材都晃倒 監視器畫面看幾次 業者的心就痛幾回 不敵強政清洗 食材加工品變成滿地碎片 花蓮各地食材廠災情都不小 損失最慘重 高達八成 從當地盛產的大理石到國外 引進的原材料 無一躲過強政 花蓮三大食材加工區 都有業者受波及 整體產業損失出估超過十億 不僅延宕出貨 清理服務員 更得耗時兩個月 面對產業災情 經濟部 十號邀集 業者座談 允諾破損食材勤運 運用花東基金協助 雖然比照二零一八年的 零二零六強徵模式 但補貼金額會更高 相關紓困方案 則有待中央公布 而期待政府深援手的 還有花蓮秀林的文蘭村 房屋底部少了支撐 部分地級掏空 高空角度往下 大面積攤方 近臨木瓜溪的文蘭村 房子蓋在邊坡上 規模七點二的地震後 十多戶的住家安全 變得岌岌可危 槍震鎮回家園 也帶走多條性命 家屬伴喪士悲痛萬分 死者是這次地震 在蘇花公路罹難的 無性連結車司機 作為全家的經濟支柱 被落實砸中身亡 一家生活也出現困難 他發生這種事我們覺得應該不可能 看到照片就 地震重創花里人居住 經濟各層面都浮現問題 截至九號最後一刻 中央統計算款募得將近五億元 也得加緊腳步投入災後重結 記者文家凱子 關訊陳立峰台北花聯報導 天王新大樓的拆除作業 目前進度到達第六層 在拆除的過程中 疑似發現罹難者康老師的愛貓 他在今天清晨又出現在七樓 因為肚子餓爬上幼捕龍 想要吃食物 可惜幼捕龍的門疑似 因為震動觸發了門關上 沒有幼捕成功 現場今天早上會再放幼捕龍 天王新大樓拆除邁路第六天 十號上午發現有一隻菊貓 在瓦莉堆徘徊 疑似就是罹難者康老師的愛貓妞妞 讓歷經強震的花蓮帶來好消息 不過妞妞隨後又進入屋內 現場除了暫停拆除作業 也透過廣播播放貓叫聲 希望能吸引妞妞注意 有遠景帶著熱心民眾提供的幼捕龍 放上貓飼料 希望能順利救出貓 目前天王新拆除進度已達到第六層 不過擔憂建屋後方重量加重 目前要清出一條路 讓另一台機具進駐 兵分二路趕工 維持原地目標 兩週完成拆除作業 菲律賓辦事處人員上午也到現場置意 關切拆除情形 至於頂樓還有五隻雞 怪手拆除作業也盡量避開 還有熱心民眾叫外送買青菜 希望能空投未積 大樓住戶走進屋內現場一片狼藉 這幾天來回搬運家當 位在花蓮的中和街 一處社區大樓遭縫強震 梁柱出現斷裂 牆面嚴重軍裂 鋼筋裸 監視器記錄地震當下 震動大樓劇烈搖晃 住戶倉皇逃生 差點就被落石砸中 地震過後社區被貼上紅丹圍樓 住戶全數撤離 未來能否繼續居住 有待縣府評估大樓補強的可行性 至於北冰街一棟紅丹圍樓民宅 9號動工拆除 但不到一天就暫停 擔心支撐力不足 避免坍塌 縣府決定先強化安全措施 再復工 記者黃茨杰 吳家寶 SNG 華聯報導 華聯強震造成部分地區通訊中斷 社會部在接獲消防署請求之後 提供低軌衛星設備投入救災 成為國內首次在災難任務中 啟用低軌衛星通訊救災 這是國內首次在災難任務中 啟用低軌衛星通訊救災 社會部透過行動車載運到災區的 低軌衛星設備 可以將天翔災區的照片 透過衛星傳輸出去 有利於救災的進展 除了低軌衛星 中軌衛星也正進行架設 如太平島的中軌衛星 S1 S訊號正測試開通 希望能盡速完成 國土策會中心表示 地震前後四十五個小時 震災這個震央附近的基準站 位移的量級發現 高度最大抬升量是花蓮站的 四十五點一公分 水平位移約八點一公分 位移影響嚴重的區域 包含了南澳 風濱 高峰 還有埔里四個地區 太恐怖了 三號的花蓮強徵後余震不斷 台灣東部山區土石 不時鬆動滾落 讓住在山區民眾驚嘆大自然的威力 不過國土策位中心在地震後 使用衛星測量資料 分析地震前後四十五小時 發現台灣出現位移 北部地區位移一到四公分 西部位移一到六公分 南部位移一到兩公分 北邊從蘇澳一直到花蓮的封濱 這段範圍東部海岸一直到西邊一直到埔里左右 這個範圍內我們評估它是控制點的位移量達到三公分以上了 這影響我們後續的所有的工程或土地測量 國土策位中心表示水平最大衛量在東管處站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處有二十二點二公分 高度抬升三十五點六公分 靠近正央附近的花蓮新城站水平位移八點六公分 高度抬升二十六公分 花蓮風濱站水平位移四公分 高度抬升二點二公分 花蓮站水平位移也超過八公分 高度抬升四十五點一公分 在這次位移影響嚴重區域 包含南澳豐冰高峰和埔里四個地區 但地表位移是否會引起其他地震或雨震 圖木技師和建築專家指出 這次地表位移不會影響建築結構安全 指揮影響圖木等專業丈量 記者原詞郭俊麟 溫家凱 臺北花蓮報導 面積七公頃多的寶勝水族生態遊樂區 開發單位近期是提出變更 昨天上午進行環評審查 有環評委員就指出開發所在的積灰海岸 使南臺灣很重要的生物庇護所 憂心衝擊生態 部落族人強烈反對寶勝水族生態遊樂區 開發多次抗議 環保團體也直指開發地所在的積灰海域 是特有種保育類福爾摩沙韋斯珊瑚漆地 要求深入調查 不過開發單位仍持續推動 並提出變更設計 稍後在環境部進行環評審查 環團重申不應開發 超過十年或二十年前取得的許可 然後一直都沒有開發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操作土地的行為 環團質疑環評過關後十五年未開發 應提出環線查報告評估環境變化 而非指以對照表改改文字了事 開發單位強調取消海濱公園 人工設施非污水全回收 對環境影響輕微 污水設施來做處理 處理完之後做全回收 所以不會有排放的問題 不過環評委員指出 積灰海岸是天然不受污染的地點 任何開發都可能帶來衝擊 更直指此海域是南部海洋生物的 庇護所要謹慎以對 針對老岸是否重新評估環境部表示 本案依法不用提環線查送審 但開發單位是否真的已經實施 開發行為要進一步稽查釐清 而專業小組優心施工期間 可能衝擊海陸域環境 要求研擬減輕措施 案件補證再審 記者 鄰居們朋友組綜合報導 高雄使用台語的人口 將近一百二十萬人 是全國唯一台語使用 百萬人口的城市 也讓市府規劃要設立 全國第一所台語實驗小學 預計針對社會或藝文等部分領域課程中 老師以台語教學 最快明年度正式掛牌 大家早安 我來啊 進到教室 老師問好後開始上課 配合國家語言發展法 高雄市的國中小學都有台語課 行政院二零二零人口及住宅普查 發現高雄主要語言為台語的比例 有四成三 換算下來高雄主要使用台語人口 數將近一百二十萬人 是全台唯一台語百萬人口城市 也讓市府規劃設立全台第一間台語實驗小學 他的這些課程的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比如說我是社會課的老師 社會課的內容的時候 我大概一半要用台語 家喻局表示之前 詢問過幾所學校都被拒絕 但目前北高雄有一間迷你小學 有意願參與 不過家長正反意見都有 教育局表示初步設想以異文或社會等領域課程 用台語教學 整堂課至少一半講台語 專家建議實驗小學教材 可以以生活周遭為題材 讓孩子像在日常跟家人對話 自然而然學習 不過教育局也擔心有些家長反彈 正努力跟學校家長溝通 若一切順利 今年八月試辦 預計明年度正式掛牌 記者王庭陳顯坤高雄報導 有一群科學家與志工 最近對西班牙的東南部安達魯西亞地區的 希臘陸龜展開年度龜口普查 十二名生物學家與志工在灌木叢裡尋尋秘密 他們找的不是復活節彩蛋 而是背甲圓形隆起黃色與黑色斑紋交雜的希臘陸龜 要為他們進行年度普查 發現陸龜後先用籤子筆 在腹部寫下編號收緊繁布袋 接著在一旁的樹枝綁上 相同編號的紅白色標籤條 以便普查結束後 能把他們一一送回原本的生活環境 當我們找到一個鳥 我們要記住了 我們要記住了 我們的資訊 然後我們要記住了 我們要記住了血量 我們要記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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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陸龜龜成年後 體長約28到35公分 主要分布在南歐,北非 和西南亞 西班牙東南部地區 只剩下少數 而且分布零散的族群 過去15年裡 棲地少了一成 已經瀕臨滅絕 陸龜在這裡的天敵 是劣勢性動物地雕 以及人類對環境的破壞 因此詳細計算各地陸龜族群狀態與密度 對制定相應的環境與開發政策至關重要 這次團隊在兩個小時內 找到了24隻 還包括幾隻幼幼龜 讓志工們 振奮又感動 帶回基地 驗血 採集糞便 在龜殼上標誌記號 幾個小時後 就將他們送回原地 不過這批希臘陸龜 能否安享天年 還有變數 雖然政府有保護政策 重罰非法交易 仍然有人 將他們任意帶走 當作寵物 科學家呼籲當地民眾 繼續報名參加年度普查 協助保存這個物種和協共存 目前希臘陸龜 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的 冰維物種紅色名錄上 也被列在異維的等級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 接下來我們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議員 準備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人 我們明天同學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